骑士行经基隆暖暖定内阶砍到这一幕 从巷口出来的白色自小客车 赢注意却没有注意 一起步就撞上直行的女骑士 车上的两人立刻下车 扶起被撞倒的女骑士 正当肇事驾驶要扶起倒立的机车时 对象目击的机车骑士却立刻制止 先不要动 先不要动 先拍照 你动了 你等一下怎么坐正 来 阿姨 先旁边坐一下 这时候在后头的另一辆自小客车驾驶 也下车帮忙 他手上拿着粉笔 将事故的两辆车在轮胎地方做好标记 好 我车已走 可以走 好 我车已走 有网友看到影片后 就合理怀疑是交通对同人放假 遇到车祸 职业魂上升 也有网友说熟练的技术 加上裤子穿着 推测是赶着上班的远景 因为这正是车祸发生时 最基本的处理方法 也因此网友称赞一场车祸 看到两个专家 一个口头指导 另一个用粉笔标记 读生新闻总和报道